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探討的是 這個知名分析師陸行之 在上個禮拜接受了一份財經雜誌的專訪 他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他說明年也就是2024年 他覺得半導體整個產業就是一個字來形容 表 因為就像剛剛李老師說的 AI是在anything 什麼各個環節都可以用到這個AI 所以他建議大家要觀察的重點是 IC設計會先起漲 蠻符合現在市場的狀況 所有的IC設計類股都是百花齊放 他認為第二階段就是晶圓代工 換句話說現在的晶圓代工股價剛動 他覺得還沒反應完 接下來才是細晶圓跟半導體設備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 陸行日先生提出另外一個觀點 跟我們現在市場上的主流的觀點不太一樣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認為大家可以多花一點點的時間 來去focus放在的就是成熟製程部分 他覺得成熟製程其實現在在谷底 那如果從谷底往上跳的話 營收跟獲利跳起來是很驚人的 那我們一般的投資產後可能會覺得說 應該要投資比較多的 還是在先進製程部分 老師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想法嗎 對 那陸行日這段話我們等一下再談 我們先談成熟製程 這樣再來談陸行日的一個觀念的一個問題 我們這樣講就是說這個晶圓代工 其實這段時間在成熟製程 一般來講產能利用力當到只有五成 代表就是說現在情況好不好 現在情況是不好的 那為什麼現在情況不好 晶圓代工如果我們把台積電再加進來的話 大概原則上第一劑的話 可能還會再測試底部 我們剛才講說三奈米產能利用力會下滑 台積電的營收可能第一劑 會比今年第四季的話衰退9-13% 所以它還在徹底的階段 那為什麼成熟製程會降到五成 這最終觀念的話你可以發現 現在大陸的所謂的這個成熟製程 就所謂他們的一些所謂的晶圓廠 中國大陸的晶圓廠的話有44座 未來再蓋22座 但是他們有8吋廠也有12吋廠 但重點是先進製程它沒有EUV 所以它大部分都是做成熟製程 就是28奈米44奈米大概就做這個東西 12吋廠也是在做這個東西 那你可以發現它產能增加這麼多 大概增加21% 因為現在44座 未來會增加22座 所以未來這個增加幅度很大 它的市占率會從29%增加到33% 台灣會下降 所以為什麼產能利用力的話 這邊的話連電的微粒 這邊100 110只要一直降一直降 這邊你可以發現50 竟然降到50%以下 這就是因為大陸的成熟製程一直擴散 所以產能一直增加出來 所以變成說它產能增加出來的話 變成說產品的市場供給就大幅增加 供給增加的話產能利用力是下降 那現在所謂的這個陸行這個概念說很好 因為它50%漲到80% 我也知道說這樣是很好 因為它往上推升 就是積極低 但是問題是50%到80% 以前繁榮的時間的話 大部分都是100% 到110% 所以這個增加到50%到明年第四季到這個地方 到80%這是沒有錯是增加 但是過去繁榮還是不夠 所以這個地方是蕭條 這個地方應該叫復蘇 繁榮的話應該是在這個地方叫復蘇 所以實際上成熟製程現在還是面臨這個問題 那大陸它成熟製程 它就是想用12成28奈米16奈米 把它做成可能7奈米5奈米 所以它成熟製程會一直增加出來 所以現在成熟製程的話 短期裡面我個人認為雖然是增加 但是它獲利的情況還是沒有改善 那現在重點的話是車用 因為車用這段時間車用需求最差 因非你恩智製 安生美的話 其實他們的營收表現 獲利表現都不是很好 所以實際上我們這樣講就是說 雖然陸行一漲五成到八成 但實際上跟過去繁榮100% 其實有一段距離 那在獲利我們現在要講就是說 這些成熟製程的股票的話 會有一個壓力 它今年賺4塊5元 明年4塊去貿6 那照理講明年營收成長兩成 成長兩成獲利應該增加很多 拯救 因為它這幾年 它的資本支出20億28億的話 比已經增加很多 所以拯救費用 拯救費用的話 今年410億 明年471億 所以照理講 它就多了60多億的拯救 如果沒有這個60多億的拯救 可能它的獲利就5塊多 5塊多的話 可能股價還有一點空間出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成熟製程的話 其實還是去先操作 那也許可能它付出從50%到80% 你可以繼續操作 但是如果聯電 季線式7塊跌破的話 你還是要賣出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聯電的股價有點弱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暫回5字頭沒有多久 又跌回到48 所以其實之前埋在六字頭的小股民 就會覺得說很心寒 到底什麼時候聯電可以再回來 所以關鍵就在老師說的 季線這邊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察的位置 如果真的跌破的話 表示後面有貓膩 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觀察 所以老師 我們先幫大家下另外一個結論好不好 如果是純股足的話 有聯電的人 您會建議他們減碼轉買進台積電嗎 喜歡剛剛分享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內容喔